好了,我們開始吧 我是郭老聖經作者,我忘了章 今天我要講的一個主題是錄取力的真相 錄取力怎樣? 通常是這樣子 這是我書裡面的其中一個章節 我書裡寫的比較詳細 所以如果你喜歡這樣的視頻的話,記得什麼? 支持我的書 OK? 多說 我們先來回顧一下為什麼我要錄這段影片 因為每年投入國家考試的人都是以萬人做計算 好幾萬好幾萬人投進去 可是你看錄取率其實你就知道 大多數人是沒有機會考上的 隨便想你都知道 這是一個基本常識 大多數人是不可能或者是沒有任何機會考上 可是你既然想要準備國家考試 你既然花錢去補習班 你最大的希望是什麼? 是考上嘛 對不對? 可是呢 你想想看 大多數人都沒辦法考上的情況之下 你有機會認識考上的人 你一定會想要問他什麼? 問他為什麼你會考上? 對不對? 好 這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們來講 當你準備投入國家考試的時候 你應該會先去看錄取率 你思考一下 你是不是會想要說 我要找一個錄取率高的 這樣我上榜的機會會高 對吧? 應該每個人都這樣想 大多數人都這樣想 如果你沒有專業技能 像我自己本身是考專業技能 所以我就沒辦法看錄取率 因為我就是考我的專業 那如果你是考一般行政 或者是一個一般人都可以去考的 那國外考試 你一定會想要的 你一定會有這個想法 你想要考錄取率最高的 但事實上呢 這個觀念當然是錯的 因為每個人看到錄取率高 他就去考 那大家錄取率就降低了 對不對? 事實上這個錄取率呢 我先講一個不一樣的 叫機率 你想想看喔 如果100顆白色的球裡面 有10顆是紅色的球 丟到一個箱子裡面 那我們去抽 然後抽出來 抽 90顆白色的球 10顆紅色的球 抽出紅色的球的幾率 是不是十分之一 對不對? 我們隨便抽嘛 隨便抽 拿出來 紅色的 那就是十分之一 可是你看喔 如果我今天把白色的球 改成80顆 紅色的球 改成20顆 那隨便抽出來的幾率是多少? 是不是? 那個 20% 對吧? 那如果我把紅色的球 改為30顆 白色的球改為70顆 就是30% 隨便抽了 隨便抽就是這樣 大致上就是這個意思 我想這就是幾率 可是呢 很多人誤把錄取率當作幾率 事實上錄取率不是幾率 錄取率是一群人去考試 從最前面那幾個成績好的拿出來 才叫做錄取 因為就錄取那些人吧 所以它不是隨機抽 你一定要記得 你的機率不是錄取率 所以不管你看什麼 不管你看什麼考科 你想我今天考的一般行政好 勞工行政好 還是什麼行政好 那個都不重要 重要其實是要看你 對那個科目有沒有興趣 願不願意花時間 長時間去投入 OK? 好不好 來我們先看一個 第一個 考選部錄取率我想應該是大多數人最清楚 就是每年考選部 所有的國家考試考完之後呢 它都會公佈什麼 公佈一些統計數據 然後再去網路上Google檔 考選部統計數據 你就可以找到 可是呢 很多很多欄位當中 你知道真正錄取率大概就只有 到考人數跟虛用人數 有關實話 到考人數跟虛用人數 到考人數它有一個定義 就是 比如說考六個專業科目 六個專業科目全部都有到的人 它就是在考場上會做紀錄 那六個科目都有到的人 它才到考人數 可是如果你有一個考試科目沒有到 那當然 無論你考幾分 你是永遠不會錄取的 不可能錄取 一個科目零分就是絕對不會錄取 就算你總平均高別人十幾二十分 你也不可能錄取 這是一個基本常識 接下來是虛用人數 簡章上的人數 跟實際上的虛用人數 是有一定的差距 因為簡章出來 比如說 需要的是 需要的是八十個名額 可是呢 真正虛用人數 可能到一百個 因為它會在真正錄取二十名 好 我們來算一個簡單的計算 考選部的統計數據裡面 到考人數是兩千人 也就是說兩千人高考三天全程到考 五考兩天也全程到考 看你選一表 就是這兩千人 那需要人數是一百人 所以一算 打算是五% 因此 考選部的錄取率是五% OK 想完了 這個大家都知道 不要講太多 接下來比較神奇的是 補習班錄取率 我那時候在補習的時候 想看一件事 那個獎益上 補習班的獎益上都寫 每三個人上版中 就有兩人來自補習班 我就想說 靠 怎麼可能啊 怎麼可能 這麼神奇啊 如果這樣的話 我就去 我去報補習班就好了 因為大多數上版都來自補習班 你想對不對 OK 但不管 那時候我們在上課 我們不一樣在上課 在上課的時候 有一個科目 只有我們高考 就是我那類組只有高考會考 它叫資料庫 所以我很聰明喔 我們在班上上課的時候 只要是考高考的人 都一定會聚在那個班上上資料庫 對吧 所以我就開始數 開始數班上多少人 我就算了 總共三百個人 然後我就開始認識一些朋友 認識一些組的補習會 就一些基本的工作 可是呢 真正考上的 那一次考完試之後 真正考上的只有三個人 錄取大概十幾個 當然只有三個人考上 可是補習班還是說 上版版出來 大部分還是他們補習班的 我不是說補習班不好 或補習班欺騙 補習班沒有欺騙任何人 錄取了只要十五個 可是我們班上三百個人當中 只錄取了三個人 可是補習班上榜的榜章當中 十五個人錄取名額當中 有十幾個 也是來介紹補習班 這就怪了 全班的人我都認識 怎麼可能 全班的人大部分都認識 大部分都認識 怎麼可能班上只有三個人考上 包含我三個人考上 可是版章上卻有十幾個人考上 這真的很奇怪 我那時候是不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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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講給你聽你應該就懂 後來我就知道說 原來真的是 後來我才知道 他們是把歷連來 所有報名過補習班的人 都當作是他們補習班 這個也很合理 這個也很合理 因為比如說我是三年前報補習班 那我三年後考上 那我是算補習班的人 算吧 可是這重點在他的母體書上 母體總書上 同一個班上 我那時候剛剛講過 資料庫有三百人 只錄取三人 所以在一個班上的當中 我們班上錄取率其實只有多少 只有一趴 可是 考全部的錄取率可能就是五趴或七趴 為什麼 因為我們把母體算錯了 母體算錯 因為母體錄取人數 我們那一顆錄取人數 總數是十五人 然後有十人來自這個超他補習班 十五人吧 十五人有十人來自超他補習班 可是對我們而言 對我們考生而言 他班上其實是有三百人 只有三個人當年不上訪 了解意思嗎 母體上差異 所以他們是以總錄取人數的十人來自這個補習班 沒錯 但是我個人 我們個人在意是自己這邊上訪 管他別人上訪 那跟我沒關係 自己人上訪才是重大 所以三百人當中 三百人就是班上的同學 只有三個人考上 所以 補習班 他會為了 要讓更多人來上課 或招收更多學生 他就是把母體數改為總錄取人數 但是 總錄取人數本身就不是那麼正確 不過這也沒關係 這是一種行銷手法 Don't care 關鍵點還是在最後兩個錄取率上 考場錄取率跟考生錄取率 考場錄取率我想你應該沒聽過 但是你推理一下 高考的一張考卷大概會有四題到五題生論題 四題到五題生論題考兩個小時整 一張考卷考兩個小時整 你想想看 如果你這個 他會面對七面空白答案卷 如果你是會考上的考生 你認為是會寫滿還是沒寫滿 寫滿吧 對不對 因為這是基本常識 我就不多說 其他影片會講這些事 反正重點就是他會寫滿 你想想看七面答案卷要寫滿 那你要花多少時間 是不是剛才兩個小時 不一定 有人一小時多就寫完 或者一小時半就寫完 要看考試科目不同 但是關鍵點在什麼呢 關鍵點在 如果你寫完之後 你一定會想說 哇 時間這麼寶貴 我一定要好好的檢查哪裡有錯 趕快做修改 你會一看再看 就算你寫完了 你會想補充一些資料進去 想盡辦法補充進去 讓那個答案卷寫得非常漂亮 因為畢竟這是一個很嚴酷的考試 所以如果說 如果說考場進去之後 二十分鐘內才可以出來 其中有一半的人二十分鐘後就出來 二十分鐘出來 你認為他一些人會考上嗎 不可能吧 一個班級有五十個人 二十分鐘過後呢 二十分鐘過後呢 有三十個人出去 那這三十人就拜拜囉 可是那三十人怎麼樣 那三十人還是算那個 考前步驟舉例裡面的到考人數 對不對 OK 你了解這個意思嗎 就是 全班五十個人都有全程到考 所以他被統計好了 可是二十分鐘過後 有三十個人走了 二十幾分鐘可以出場之後 有三十幾個人不會寫嗎 我們就走啊 我們就不管他 所以真正有實力的人 就只剩下二十個名額 因為他還在拼命寫嘛 他還在拼命寫的過程當中呢 時間隨著時間 慢慢慢慢慢慢的過去之後 多少人走 二十個人當中 可能十個人就走 因為他也寫不出來 什麼都寫不出來 腦袋空空 不是腦袋空空 就是腦袋能寫的東西都寫出來 可是有十個人 他讀的書比你更多 他一直撐下去 一直撐下去 硬要寫很多很多進去 我不是說這十個人一定考上 但是你要記得 這十個人考上的幾率 會比前面四十個人離開的幾率還高 因為他寫的東西比較多 了解嗎 所以一個班上五十個考生 一個班上五十個考生當中 我們簡單去計算 假設都有十個人留下來 因此同一個考試類科 總共有十個考場 五百個學生 所以時間教室五百個學生 那時間教室只有十個人留下來 是不是最後撐到最後一分鐘的人 是不是有多少人 算一下 五間教室 每天教室有十個人撐下來 所以是五十個人 因此 這個考試類科 這個類科 五百個全程到考學生當中 只有五十個才是真正的競爭對手 所以事實上我們應該把這個功率算一下 我把它這個東西算一下 這個舉例要講 假設真正 兩千個全程到考人數當中 真正的從頭到尾都到的 從頭到尾都撐到最後的算五百人 五百人 有沒有 從頭到尾 這簡單計算 實際上是五百人 因此我們一出 真正的入取率是多少 五百人取一百人 所以入取率是25% 了解意思嗎 這個推算方式就是這樣 真正的入取率其實是25% 大多數人都是say bye bye的 都是那種考場砲灰 我想你應該知道 你跟我應該都當過砲灰吧 OK 真正入取率 這就是所謂的考場入取率 考場入取率的計算方式 我再簡單講一下 考場入取率的計算方式 就是 撐到最後五到十分鐘才交眷的人 這個才是真正的考生 最終真正的考生 可能啊 什麼事情都沒有絕對 你要以這些考生去計算你真正的入取率 它真正之為考場入取率 好 接下來 實務題 你思考一下 為什麼我們知道別人撐到最後五分鐘十分鐘 我當時就知道 我當時就想到一個方法 首先是這樣子 會撐到最後再走的人 不管他考哪一科 他通常都會這樣 一方面是個性 一方面他準備很充裕 反正大部分都是這樣 假設你有十間教室 所以你在寫一寫完之後 你可以請你的朋友 或者請其他的考生去幫你算 每一間教室 交完卷之後是不是要趕快離開走廊 對嗎 假設我講 假設是 假設是 下午三點 是中小 那你兩點五十分或兩點四十五分就先交卷 提早四五分鐘交卷 交完卷之後 你是不是要離開那個考場的走廊 對不對 你離開考場的走廊的時候 你就把頭攤進去 開始數 每一間都數完 因為每一間都數完 你知道考什麼大概都少了 考試人數少 通常可以用這個 那如果考試的教室 比如說三十間或四十間 你可以用什麼 用統計學的概算 對不對 一間教室多少人留到最後 然後去概算出最終全部的人留到最後 通常要得到很精確是不可能 像我們考試 我這邊考試大概就是 一千人到兩千人 所以大概就幾間教室就解決 可一個考場 那一間學校的一個考場就解決了 對不對 好 這是實務經驗 實務經驗就是 如果你真的要計算 撐到最後幾分鐘的人 就用這種方法 當然還有很多解決方法 請家人來算 請其他考生來算 或者是跟別的考生講好 請他們去其他地方算 所以說如果你要得到真正最多的資料 你要怎樣 人脈 還要找人來幫忙 一起互相協助 OK 好 這就是考場錄取率 但是我想你應該不會擔心這些問題 其實你應該真正注意的是什麼 考生錄取率 好 考生錄取率呢 簡單講 就是這樣子 你思考一下 如果你花了大量的錢 跟大量的時間 去準備國家考試 你最大的希望是什麼 每一次考試都考上 還是希望每次考試都落榜 一定是希望每次考試都考上 我想你不會希望落榜 可是呢 就如同我這個影片的開頭所講的一樣 不是大多數人都可以考上 對吧 這個不用問 你們看統計報告就知道 可是就有一批人 他不管考什麼試 他就會一直考上 而且是一直考上國家考試 我們講一個真實的 如果你把最近五年跟十年高補考 同一類科放榜的榜單全部印出來 假設你現在有十年份的榜單 然後高補考跟地方特考的三等 我算三等好了 四等不要算 三等的考單都放到 所以一年就會有兩次榜單 每一年是不是都會有很多名額 假設是三十個名額 所以一年他會錄取 一年會錄取兩次 每一次有三十個名額 你蒐集十年份 如果你蒐集十年份 你會看到什麼 不用想你也知道 你會看到很多名字相同的人一直在上面 懂意思嗎 名字相同的人一直在上面 可是考試人那麼多 怎麼可能就是這些人一直在上面呢 所以對他而言怎樣 對他而言錄取率是怎樣 錄取率就只有二分之一 他就去考 有考就考上 沒考就沒考上 但是他考上的距離可能就是二分之一 這是假設 二分之一不是真實 關於考生錄取率你可以參考我 七少月 不好意思 你大早 六人多 關於錄取率你可以參考我一個影片 你可以去Google上打9010法則 9010法則 9010法則是說大多數的考生當中 九層的人他是沒有機會考上 但是這九層的人呢 他經過努力他可以擠到前10% 好 前10%的考生他實力已經有一定程度 在這10%考生當中 他是透過不停的考試 不停的考試 得到一個考上的機會 有些人比較幸運 像我就比較幸運 我第一年就考上 但前提是我第一年也有可能考不上 因為這是多少都有點運氣 可是真正我想講的就是 只有這個 所有的考生當中 只有這一層 也就是9010法則裡面的10層的考生 有機會能夠上榜 我說是有機會 而不是一定可以上榜 因為他實力已經是全部人當中的前10% 所以 當你的實力已經是前10%的時候 你千萬不要忘記 繼續努力下去 好 更詳細的內容 你可以看我的 我選的書 顧好聖經 裡面對9010法則也有一定的描述 或者你可以看前面的影片 裡面也有一定的 關於9010法則的努力也有一定的描述 好 來 我講考生錄取率 我再講一點 你想想看 我其實不認識你 你也只是看我的影片而已 你也看我 或許 你知道我是個什麼人 看Facebook 也知道我是個什麼人 但私底下 你準備考試 你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其實是你自己最清楚 對不對 你爸爸媽媽也不可能知道 你另外一半可能也不曉得 就只知道你在看書而已 或者是說 你的親人朋友都不知道 就是讀書就是這樣 就是一個框框裡面 然後自己讀這些書 可是你想想看 當一個準備考試這件事情 只有你自己知道最清楚的時候 如果你是一個 隨便 讀書都讀累了 就去休息 或一直滑手機 你知道很多人讀書 他滑手機可以滑兩個小時 只看一個小時書 那你覺得你的考生錄取率會 嗯? 嗯? 腰高還是嗯? 很低 應該是嗯? 很低吧 那如果你是那個 只看書 都不寫筆記 從頭到尾都不寫筆記 也從來不解考題 只做習題那一種 你覺得你的考生錄取率會怎樣 嗯? 還是嗯? 當然是嗯很低啊 對不對 這麼低 你考生錄取率 跟你就沒有關係 因為你太低了吧 所以你去考試的每一場都是 好回 所以簡單講 簡單講 如果這個影片要做個結語 你應該怎樣 專注在你的考生錄取率 因為 考生錄取率跟你沒關係啊 他只是知道競爭對手而已啊 武器派錄取率只是為了 為了行銷對不對 考選部錄取率就只是個統計數字 可是真正重要的是 考生錄取率 提升你的實力一直到真正的考上為止 但是如果你不能夠知道 你沒辦法知道你的實力有沒有提升 那通常你就沒有機會 因為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很聰明的話 你會透過不停的解考卷 親自解考卷 來知道你的實力有提升 可是如果你很愚蠢的話 你為什麼? 你會去背解答 哇!補習班有初解答 趕快把它背下來 對不對 因為你太笨了 所以只能背解答 而不是真正去找實 你覺得我講有到你嗎? 我有沒有罵到你啊? 沒有 好,OK 錄影快結束囉 記得三件事 按讚 如果可以的話 留言 如果你想聽更多的話 你就留言告訴我 接下來是什麼? 接下來是廣告啊 你要讓廣告播完 或者是幫我點廣告 知道嗎? 這樣子 才會有廣告收入 OK 掰掰 錄影到這邊 掰掰 錄影到這邊 哈囉 你好 第二個 第二個 如果他沒辦法在我生活中 能夠實現出來的話呢 其實他也不太有用 所以你永遠都要知道 知意行然跟知然行義 是個一體兩面的事情 好 如果你要聯絡我 或者是想知道更多資源的話 你可以看到這個影片旁邊的聯絡卡 還有他的那個推薦連結 但是呢更詳細的資料呢 其實是在這段影片的留言 留言下方 下方的留言呢 的資料是最詳細的 我建議你看 包括這段影片的教材 聯絡方式 定期舉辦的讀書會 都希望你能夠仔細閱讀 每一段影片的留言內容 絕對不一樣 因為呢 每一段影片我都會寫個心得 也會寫一些 跟那個影片有關係的資料 好 記得喔 如果你喜歡 那你一定要訂閱 按讚加分享 還有千萬記得 影片結束後會有廣告 如果你點了廣告的話 就可以籌錯我妹妹的醫療費 還有為我家人帶來一些廣告的收入 不用錢 但是點廣告的幫助很大喔 OK 謝謝 掰掰